范徐麗泰在電台節目中公開表示 自己在目前兩名疑似特首的候選人當中支持其中一個 其中有一位我覺得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那位採取一些很清晰的實質性行為 來表達他參加特首競選的決心 我想到時我就會支持他 既然我支持他我自己就不適宜再參選了 除後他又承認自己是政務司司長唐英年的支持者 如果一個人都沒有自己正式說過他要參選 有這樣的意欲或者備戰等等 隔壁左右在支持他好像有點 對我來說人家可能很想做這件事我是不做的 他又說如果唐英年有意各族特首 何時離開政府是他本人和團隊的決定 被問到可不可以接受唐英年多番失言的時候 他就說唐英年所說所做的只是以官職的身份去做 如果參選市民就有機會知道他的真正理念 至於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已經表態準備參選 凡太就說等市民有選擇是好事 可以將各個候選人的理念互相比較 又說建制派多於一個人參選未必會導致分裂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 谢谢大家